台北市政府推動共享交通 不過違規亂向四起 從去年九月到今年八月 違庭遭舉發件數超過一萬件 而且共享機車免收停車費 佔有了許多的停車空間 不少人要求北市府 應該在數量的管理上有所限制 越來越多通勤族騎共享機車上班 不過違規現象也越來越多 共享機車的車輛數也不斷地在增加 我們可以看到趨勢是成正向等比 就是當共享機車越多的時候 它的違規停車的狀況也越嚴重 從去年九月到今年八月 違庭遭舉發件數多達一萬零七百四十六件 每個月開出上千張罰單 違庭熱點前三名包含了松仁路552件 市民大道一段362件 以及松制路352件 不只違規停車就算正常停放也有爭議 像這樣大約八十公尺的機車停放處 就停了四台的共享機車 讓不少的機車族是相當困擾 台北的機車格我記得好像相差的快 就是差了不到幾十萬格這樣子 所以它共享機車再進來競爭的話 一般的人應該是沒得停 只能多少量就好 不要一直增加 民眾無奈抱怨 北市共享機車有三家業者 投放車輛總計一萬兩千四百五十七 全擠在狹小的台北市 似乎讓交通更加凌亂 許多機車騎士苦不堪言 要求是否應該在管理上有所限制 北市交通局強調如果使用人有重大違規 最終予以停權處分 也將加強跟業者的溝通 是否能設置專門給共享機車使用的停車場 不過騎士們天天要上路 北市府改善的腳步恐怕還得加快 記住 劉璇 台北報導